2023最新俄罗斯电影《风之王》 卷席着狂风来袭 俄罗斯的彪悍是世界有的 虽然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梦想 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当热气球被众人抬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这场旅行不一般了 太大了 整个的长度高达180米 必须要人工加起 这个时候费奥多尔正在给小儿子讲解自己的行程计划 他计划乘坐热气球围绕地球一圈 小儿子看着他的图案似懂非懂 这是一场孤单的旅程 和妻子告别后 费奥多尔就打开清气阀门 急速地燃烧 让气球快速地膨胀 老练的费奥多尔立马就知道是时候启程了 下面的人割断绳子 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 他开始向天空飘去 从这一刻开始 费奥多尔将迎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从10米到100米再穿过云层 看到云的上面还是云 大概在8000米高空 费奥多尔关掉了阀门 让气球开始自行随着高空气流运行 费奥多尔时刻和自己的团队保持联系 小儿子也时刻给爸爸鼓励 费奥多尔没有和小儿子说自己的危机 而他现在却真的遇到了大问题 因为他关掉了阀门 而高空的气压和温度 直接将喷嘴给堵上了厚厚的冰 费奥多尔只能手动清除冰块 虽然能点燃了 但是更大的危机开始了 在行驶7200公里左右 驾驶舱里开始剧烈地晃过 暴风雨已经靠近了 团队里的安吉拉是最着急的 因为他将所有的钱 全部投入到这次的项目里了 如果费奥多尔失败了 那么他就彻底破产了 团队里的人开始让费奥多尔关闭阀门 让气球下降 躲避这次的风暴 那么费奥多尔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真实的 这部电影基本记录了 他在2016年驾驶热气球 环游世界最快记录 所有的天才 绝对都是从小就有了非常特殊的爱好 费奥多尔也不例外 他对风有着着迷的追逐 他的父亲关闭他 将他画的气球全部撕碎 也没有拦阻他那颗热爱的心 就在他妈妈送食物的时候 费奥多尔已经驾驶小船出海 经过一夜的风暴 父亲在海边等着这个不省心的儿子 然后告诉他 要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 当费奥多尔看着远去的背影 他知道他离风已经慢慢远去 时光再回到2016年的天上 此时费奥多尔已经经过暴风雨 行驶了18000多公里 此时他的团队通过对天气的观测 确认他现在正在经过南美洲 而此时南美那边的气流非常的强大 高空气压是非常低的 但是他还是大意了 他嘲笑了团队的大惊小怪 但是就在他不知不觉中 已经呼吸缓慢 气压无法再将简易的换气装置压缩 而因为呼吸缓慢 也引起费奥多尔沉睡 就在瞬间他吸不上起来 惊醒后本能反应摘下呼吸器 然后外面的气压更加无法呼吸 必须要再次套上呼吸器 就在紧急关头 费奥多尔迅速将气管 从简易换气装置拔下 然后插入氧气瓶 再迅速打开阀门 这样他才能重新呼吸 这下费奥多尔彻底明白 低气压的恐怖了 团队这边也吓坏 费奥多尔报告了自己安全后 检查了所有的设备 温度 气压都报告后 费奥多尔走出舱外 检查风速和气嘴冷冻情况 很显然此时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不但气压低 而且温度也很低 费奥多尔将喷嘴处清零后 听到了一个最坏的消息 接下来的航线将会经过澳大利亚 而此时他们的前面已经形成了超强气流 随时会有飓风的情况 而这个是无法改变航向的 似乎在人生的道路上 也会有必须要面对的可以遇见的灾难 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 如果放弃就彻底什么都没有了 他看看驾驶室里的亲人的照片 对自己说 绝不能放弃 就这样费奥多尔进入了强对流天气 热气球在巨大的云柱之间穿行 此时如同蚂蚁一样的热气球稍稍不注意 就会被龙卷风彻底催 在真正的大自然面前 所有的力量都是脆弱的 也是毫无反抗之力 所以人一定要存着敬畏之心 他将火点 非常准确地控制着气球的方向 为了能让热气球再飞得高翼 费奥多尔将已经燃烧完的氢气瓶给扔下去 这招果然奏效了 气球开始穿越强对流天气 所有的人都欢呼了 但是好景不长 费奥多尔太累了 为了自己不睡死过去 他将一个铁盆倒扣地上 然后手上拿着一个扳手 就在他沉沉睡去的时候 手上的扳手开始掉了 惊醒费奥多尔 此时热气球正在急速地下降 原来燃烧的火已经烈了 而喷嘴再一次被动手 费奥多尔没有多想 第一时间就是爬上去 然后铲除掉冰块 然后再次打他 就在这个时候 费奥多尔的摇晃摔落下来 幸好他身上有安全神 将他牢牢抓住 费奥多尔立马抓住绳子 开始爬上气球 团队那边也惊吓坏 费奥多尔爬上来后 他已经穿越了风暴区 但是更加严峻的问题出现了 他的气球上层已经全部满了冰块 也就是说 他这个热气球不再是轻的重量 巨大的冰块加重了整个热气球的重量 这个时候的危机真正开始出现了 此时正在工作的只有三个喷嘴 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住这么大的重量 而且越是高空气压越低 温度也越低 只有回到低空让温度重新上升 融化冰块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团队人员建议费奥多尔先回到地面 不然再遇到风暴 这个热气球将彻底被毁 费奥多尔关闭了阀门 只见整个热气球像个石头那样快速下降 穿过美丽的云彩 然后划过山脉 费奥多尔扶住把手 闭上双眼 等待着这次的碰撞 在又一次的碰撞中 击中了冰块 冰块也开始裂开 巨大的冰块开始滑路 眼看着表里的数据 费奥多尔认为可以点五 意外发生了 冰块砸中了他的架势 费奥多尔被撞 他立马爬起来 就在热气球要着陆的时候 费奥多尔点燃了火 就这样热气球在美丽的湖面两米左右滑行 费奥多尔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软着陆 他立马拿起话筒 讲自己安全的消息告诉了团队 人们的心都要跳起 热气球再次开始飘了起 很多的国家都开始报道了这个神奇的故事 人们只知道他飞越了整个南美洲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多么的艰难 更大的灾难再次领导 团队那边已经检测出更大的飓风 就在他的航线上 费奥多尔听到消息 看看前方 他知道这次危险 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眼神中流出害怕恐惧 他脑子一片空白 他挂了电话 然后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画面回到他小时候 费奥多尔曾经在一次龙卷风中 被龙卷风卷进去 谁也没有想到 他在那次的龙卷风中活了下来 从那次奇迹之后 那个少年就拥有了追逐梦想的勇气 他拉回自己的思绪重新振作起 他再次站立起 他相信自己可以再次创造奇迹 面对巨大的恐惧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我们能做的只有直面迎接 没有什么比战胜死亡恐惧的勇气 更加宝贵 然后将里面所有的重物全部扔掉 那些工具和一切器具 能扔的全部扔掉 谁也扔掉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费奥多尔站在上面 对着飓风怒吼 然后开始割断用完的气体 费奥多尔的气球真的爬上去 就在大家认为会安全度过的时候 彻底坏事 刚才在割断绳子的时候 不小心割断了连接的点火线 而导致驾驶舱里的线路被烧 而此时热气球的正在降落 下面就是飓风的风影 费奥多尔浑身颤抖 他对于这样的飓风太了解 一旦进入碧原粉身碎骨 拉着面对死亡的恐惧 让他开始颤抖 他呼吸急促 卷缩在一间 等待着龙卷风的洗礼 而他已经休克了 意识模糊 团队这边一直在喊叫他的名字 终于他被喊醒 他需要重新振作起来 现在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他再次爬上驾驶室 此时的气球已经来到风暴的中心 由于风速太大 仅剩的几个燃烧口也被风吹灭 他想要手工点燃熄灭的喷 但是此时他已经进入了凤云 风速太大 瞬间所有的火全部被风吹灭 没有点火器 也无法人工点火 费奥多尔卷缩着 寒冷已经让他逐渐失去意识 唯一能让他坚持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对队员说 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知道我爱着他们 我错过了很多的时光 以后也许没有更多的时光了 请传达我对他们的爱 队员告诉了他的妻子 他们流泪的拥抱在一起 谁都知道是什么在等着他们 费奥多尔在弥留之际 看到了自己的爷爷 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爷爷告诉自己 如果有梦想那就去追 如果别人拦阻你就放弃 那不叫梦想 真正的梦想是打不倒 真正的梦想是力量 是对生命探索 费奥多尔再次感觉到了力量 那种对梦想的力量 那种对生命的追寻 比进 就在此刻 他再次站立起来 走出舱门 直面飓风 在黑暗的飓风之中 一道大门被打开 那是奇迹 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费奥多尔站立在气球上穿越了过去 这种震撼场面直击人心 试问我们有谁能在艰难中 还能坚持梦想 试问我们的心 以曾经引以为豪的梦想 为什么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 不能坚持的梦想不是梦想 当队员的对讲机里 再次传来费奥多尔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整个新闻界也疯狂了 因为费奥多尔打破了世界纪录 此时在澳大利亚一个农庄 一个青年也得到了消息 热气球降落的地点 就在他们的附近 所以青年告诉了父亲 父亲和他一起开车前去 很快他们看到了 天上飘着的巨大气球 飞速开车赶上 青年爬上车 终于抓住了绳索 就在气球快要掉落悬崖之际 父亲将车给杀住 同时在费奥多尔的团队 也开着直升机感 救护人员 费奥多尔的小儿子等等 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降落 费奥多尔拥抱了自己的爱 这个故事告诉我 如果你有梦想 你的父母你的朋友 都拦阻你 都反对你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是你热爱的 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拦阻而放弃 这就是梦想 虽然很不真实 但是总有一天上天 会对你的坚持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